今天和姐妹们来分享一款脆皮虾肠 先来处理一下虾肠 切这个虾肠很简单啊 用刀尖插住头部拉出来 这个肠就出来了 一根虾肠切三段 虾肠处理好以后 我们准备来腌制一下 入个味来点葱姜 再来点料酒 再来点盐 胡椒粉 再来点松些些 用手抓一下 让它味道吃一次啊 吃进去 今天这道脆皮虾肠 我打算用小树露装用粉来做 家里孩子喜欢吃椒盐鸡翅啊 都可以用这道小树露粉来做 非常方便啊 我把这个小树露粉 已经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小黄车了 家里有用到的姐妹们拍档回去试一下 再来加点水 调一下 顺的一个方向调 把它调至酸奶酱就可以了 腌制的时间已经到了 把香肠调在这个碗里 把每块香肠都裹上小树露粉 把油温烧到五到六成了就可以了 把香肠下锅 把这豆腐鱼一炸成熟透就可以捞出来了 如果喜欢吃辣的你就撒点蒜香椒盐粉 如果孩子要吃就不需要撒那个蒜香椒盐粉 直接这样腌制过呢 有点咸味的就可以了 或者辣椒面也可以啊 茶点葱花点缀一下 好了今天这档酥酥脆脆吃起来 外酥里嫩的脆比虾肠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视频的朋友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